李小龍先生不憑在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禮拜五晚, 在嚴聲兵佩小姐香歸殊果將大藏道翻歸了。 屌你老母臭花系!真係無陰公! 現在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禮拜三上午, 在香港九龍大角咀九龍殯儀館, 當時芳寧二十七歲的嚴聲陳寶珠小姐 送她最後一程。 一鞠躬, 再鞠躬, 三鞠躬。 寶珠姐,你真係靚咯啦! 你好似沒拉過李小龍猜過影畫戲咯! 為何你不甘怕大吉利是,都死來送她咯? 難道你是她狗相好? 說給我,Bosco! Bosco! 聽下咯! 嗯, 她在幾小以前, 我認識她咯! 但大家夾結了很久, 她在美國或香港, 所以沒什麼難忘。 七零年正月, 你咪死了去Games & 佛美堅劍, 有無有段思連同她打回場友誼波先? 我當時去羅産登台, 在未登台之前, 我見到她大家喝過一次茶。 寶珠姐, 芝拉里小龍做斗雞果士已經相識, 不過, 後來天耳龍人, 要分隔兩地, 現在還要陰陽榮厥, 你咪看這一由? 我覺得很可惜, 雖然我跟她的來往, 大家真的沒什麼來往, 但我知道她為人很爽直, 還有她能夠為中國人, 發力中國武術, 為我們中國人, 振作很大的光榮, 她突然這樣提醒, 我覺得是很可惜, 也都是電影界裡面, 很大的損失, 我覺得, 我都不知道應該怎麼說, 但我, 因為很難過, 好呢?